最近几天,因为一个中美洲小国,华盛顿仍旧云路未消,白宫的8月23日晚间发布消息称,对萨尔瓦多承认未经表示关注。 在一份书面声明里,白宫批评萨尔瓦多,放弃了数十年情谊,抛弃了那个东亚孤岛,白宫声称萨尔瓦多总统在距离职,只有数月时做出这个重要决定,会对该国产生不良影响。 美方还颇为失态的指责萨尔瓦多,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安全与健康发展,将严重关系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,把美洲国家看穿是加奴的白宫还没喊捉贼的强调,不会允许军起中的大国干涉西班球事务。 美国人似乎忘了,近四十年前,真正建立妄议的正是自己,率先抛弃东亚孤岛的也是自己。 如今,白宫又玩起了双重标准,只许自己点燃大火,不许萨尔瓦多选择符合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,事实上,萨尔瓦多才是讲义气的国家,起码还把邦交多维持了三十多年。 白宫如今对萨尔瓦多实际恐吓又拉拢,没忘警告萨尔瓦多,短期投资可能会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经济增长,但长期看来却可能陷入债务陷阱,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者。 最终,收益最大的不是萨尔瓦多,而是作为债权者的大国。 不过,无论对中美洲还是太平洋地区的小国而言,来自某个小岛的金钱援助当然很有诱惑力,但如果不拥抱大陆,还是会成为国际社会里的非主流。 对未来发展造成的伤害不可评刮,放在二十年前,或许还能手数两端。 但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巨变,大陆已经成为唯一的正确答案,萨尔瓦多就坚定地认为,绝不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,绝不能忽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牵引作用,绝不能无视人民的长远福祉。 不提那法索,2018年5月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恢复方交后,马上获得了实惠。 8月23日,媒体报道着,中方将从9月1日起赋予不吉那法索,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的待遇,使这个国家97%的产品都能享受到零关税的待遇。 事实证明,选择国际大义,就能获得应有的汇报,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特朗普当局却连小国和穷国都不放过。 据美媒8月13日报道,白宫很有可能重新审核普会关税制,1976年,为了凸显灯塔资料的优势,美国对121个发展中国家,实行关税节眠,鼓励他们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。 实际上,特朗普不仅一上台,就把对外援助金额,砍掉约130亿美元,用以弥补军费支出的不足。 他还决定最终把对外援助,及相关经费锁减百分之三十七,穿着零罗绸缎的老美,是连穷人手里最后的铜板都不放过。 在美国优先思维的指导下,小国和穷国能够从美国获得的联名与支撑会越来越少,而美方还在叫嚣要禁止援助萨尔瓦多,实际上只是找到了一个省钱的理由罢了。 美国人本来一开始就不想在这种国家身上砸钱,如今白宫故作姿态的震怒,还怀疑萨尔瓦多的港口将成为对手的目标,与如今越来越浓的敌意有关。 特朗普挑起的经贸大战,是沙迪一千自损八百,美国内部的反对声越来越大,为了向东亚大国施加尽可能多的压力,白宫会寻找一切机会,萨尔瓦多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 而对局其中的大国而言,面对多多逼人的特朗普,也不能一味防守,必须将战火尽可能的引入对方腹地,只有一空带手才能让对手有所收敛。 说什么娃娃要赞尔瓦多,是为了打击谋手,太小看东方文明古国的智慧了,美国越反对,特朗普越闹怒,越说明这件事作对了,就是要在美国的后边培养越来越多的清华国家。 当然,美国马上就展开了反击,试图重新拉拢菲律宾,让其在家门口恶心东亚大国。 但杜特尔特却无情地奚落了美国人,他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,房长马蒂斯等中央人士的建议,拒绝购买F16战机等先进武器,理由用两个字就能概括,没用。 杜特尔特公才表示,非律令需要的是能够打击非法武装的低成本战机,熟直升机和螺旋桨战斗机等等,够用就成。 在大约一星期之前,杜特尔特还怒斥美国人提供的武器过于低劣,六架直升机坠毁了三架。 美国人眼看自己鼻尖下的小国,从来都没拿睁眼看过,如今眼睁睁地被对手挖走。 而当自己想去对手周边挖一个小国进行报复时,却遇到了挫折。 这种无力感,恐怕值得白宫好好享受一番稀饭球呢,以后东亚大国会多多播撒雨露。 让大家纯粘,未来总有一日,要让美国人常常家门口对着大炮的感觉。 玩,住,本门戏海外套客原创稿见。 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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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 感谢观看